今天開場我們要做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先來一個心理測驗 那個狀況是一早醒來 你最期待聞到什麼樣子的味道 會讓你覺得說今天新的一天真美滿 A是你家裡不管是窗台或房間花草的香味植物的香味 B是濃濃的咖啡香 C是豐盛的早餐的香味 B是那種香薰香氛精油的那種香味 B咖啡 B嗎 選A的就是花草香味的人 就是你是個內斂的人 然後對於很多事情的處理不會太激進 然後因為你覺得急躁沒有辦法改善事情 所以你不會是一個大動肝火 然後是一個有修養的人 我本來想選A欸 等一下啦先聽你等一下講完啦 選早餐的人 我也沒有人選早餐 上升的程度觀看你的交情 這些人反而會對很親密的朋友容忍度較低 因為他們覺得 你這個屁欸你有沒有選 我原本想選 你到底有哪個不想選的 這種人有一個特質 他覺得親密度夠一定會有一點程度夠了解 結果他反而會因為這樣子 他覺得你應該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結果你卻找麻煩 對 好接下來是 好我先解釋事實語的 選低的人你很少大動肝火 那就是什麼 在面對大多數人失誤的時候 你都是和和氣氣 但是這不代表你是個好脾氣的人 是啦是 他只能說你的修養很不錯 可是如果有人碰到你的禁忌 你可能也是會爆發 會 欸準 好選咖啡 保倫 你的情緒起伏超級大 好整個拆開 心情好 你是弄個屁啊 心情好的時候很煩 你也會很快把自己情緒化解 可是如果當天小姐或大爺你的心情不愉快的時候 一點小事就可以讓你的肝火上升 讓你直接被羅蛋波及到周遭的人 超準 超準 我們這集就這樣了 結束 真的超準 等一下你怎麼知道我是一個情緒起伏很大的人 我跟你說錯了 這是一年多我就知道啦 可是我們平常錄都還好 因為我沒有看過 但是我聽你形容過 就是你對於你的學生的一些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 你會覺得他們是笨蛋 沒有我真的是會那種 下一個訊息順利就被惹怒那種人 對啊 如果是我們在錄Podcast 我就問他問題 可是他就一直在處理室 欸等一下我再處理室 然後就有一股感覺 因為我在 然後你可能有壓下 如果一個人你可能會直接 沒有啊這件事你可能就應該要怎樣 我覺得 我是膽量要去罵人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哇你應該 my gosh 絕對沒有咖啡 絕對沒有咖啡 就是什麼早餐我也可能會 然後跟那個花香 我唯一有可能就只有咖啡 因為其他三個都還有一點 早餐絕對是零 我一早前要起來一定要充滿energy 我想要一整天很有 所以你的爆料的energy也很夠 對這不是要起來的時候就很舒服 要讓你睡著啊 欸我們還沒做就說 喔好請說 大家好我是熊羽 我是林思雨 歡迎收看快樂大學的心理測驗 &熊宇宙計畫 從時事跟心理測驗中 看到快樂哲學一定要訂閱我們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下次要多玩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還 而且剛剛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情緒要出來了 蠻準的 這蠻準的 這咖啡就很合理啊 對可是還好你剛剛聽到你是認同 你沒有說沒有我覺得不準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聊就是失控這件事情 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情緒起 可是它的關鍵字是什麼你知道嗎 關鍵字是起但是浮 比如說很容易暴怒但是很快就熟了 我的確是這樣 我是出來可是很快就下來 你是出來 你是出來 OK 沒事 但剛剛說到失控 我們大家都覺得是大動作的 但其實好像有一些失控是 你其實在內心就有一點忍啊 或者是你有別的不一樣的失控的反應 我們也會稱為那是失控的情緒 在那個印度哲學裡面 它稱呼情緒叫煩惱 然後其實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煩惱 像一般用的煩惱跟印度哲學裡面的煩惱 定義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用的煩惱 其實關鍵字好像是煩 但是其實在印度哲學裡面 關鍵字是煩 天啊 就是情緒它會控制你的心 讓你的心沒有辦法自主 你的心會被它綁架 你會沒有辦法好好的平靜 就是煩惱的定義 在我們一般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會講這樣子 那情緒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情緒它有膨脹性 它會把一件事情過度的擴張 比如說對於這件事 我就是會覺得這個就是很無理 我常常被惹怒就是那種 人家說話很無理的就是被惹怒 不是無理是你把它當笨蛋 沒有沒有他笨蛋我還好 我覺得笨蛋還好 我會覺得笨蛋又無理 就笨蛋就給我乖一點 還給我這麼無理 無理的意思 就比如說傳訊息 如果給我傳訊息 然後好像我有時候後台會收到一些訊息 然後有些人問問題 他可能會假設問說 印度哲學如何看待情緒 假如我收到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如果這個情緒是讓我看到 我馬上就會炸 你覺得那是無理的 印度哲學如果看到情緒 你覺得太Rough是不是 我會覺得說傻眼你前面先 就第一個熊仁謙老師你好 我在哪裡看到你的 我為什麼會想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再提問吧 就你以為你是誰啊 太直接了 對但我發現現代人超多這樣 然後我心裡會覺得說 OK你的情緒 我馬上就我馬上炸 我會直接拉黑我直接封鎖 我只要看到這東西我直接封鎖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失禮了吧 天啊 這個禮貌性一定還是有 因為會惹到 就一天到晚被惹 但你就不會 對我就覺得 欸像我剛剛聽到說 怎麼了就回答他 你還回答他 沒有我們有時候 遇到粉絲也是會 就是拉扯 問的是什麼 我還會說 欸你小心一點 已經被抓傷了 他抓你抓傷你 對啊因為太激動 或者是他覺得 有看到你會激動 對不起 所以你完全就是 你會回應 如果是你受到這種問題 比如說 宇宙怎麼看待情緒這件事 可以喔 我一定要回應他喔 因為我真的不會想到 有你說那些禮貌性的要件 我當下就會想說 還是因為你是老師的事 我當下想說你誰啊 你誰啊 可是我的粉絲 有時候真的會直接提問 欸你搭幾點的時候 我要去讀你 就是這一種的啊 你搭幾點的時候 我要送你東西 喔這可以的 如果你已經有犧牲 你在做我就可以解釋 OKOK 你就完全坐在那邊 說話不腰疼說個屁 就會覺得很失禮 反正anyway就像這樣 我們就是會擴大解釋 我們就會不會單純 只看到那個事件 我們就會擴大解釋 他就是很不禮貌 他就是很不用心 或者說他根本就只是 摧口問問的 諸如此類 我們就是 其實情緒的本質 都是會把一個 我們遇到的事件 擴大解釋 他會膨脹 這是情緒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然後膨脹之後 他會產生一個效應 就是很有趣 他膨脹之後他會緊縮 他會讓你只看到那個點 比如說你就只會看到他的無理 你可能不會看到他背後的無奈 或者說背後的無力 其他東西你不會看到 你就只會看到他的無理 所以你會先膨脹然後再緊縮 這是情緒的特點 但是印度哲學認為 情緒之所以會這樣的原因 是因為 他是一個在腦子中的東西 他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的 我們沒有在感知對方的真實狀況 我們只困在腦子之中 我們只困在腦中的一個 我想像中的膨脹跟緊縮 所以其實情緒也好 或者說這個印度哲學術語稱之為煩惱也好 他的本質就是會讓我們 被困在自己的腦子之中 而沒有在感知別人 所以你看我們要叫困住 但需要被解決嘛 對可是很多人的解決都是以為說 那我困住了我就要去想更多 或者說做什麼諸如此類 但其實印哲認為說 關鍵的問題是來自於 你完全用大腦在想 你沒有用生活去感知 你沒有在感覺 你是在大腦中想像 你的情緒往往都是想像出來的 所以印度哲學有一系列練習 如何讓你的心可以暫時 就是透過一系列練習之後 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的心比較不會被情緒給控制的練習 是可以練習的出來 對 比如說我剛剛在錄影前跟林思雨聊到 結果我很意外 他說他也是這麼做 就是你說你情緒起來的時候 你的調適的方式是什麼 深呼吸 對 這麼基本的 對 可是其實很不容易 印度哲學認為最關鍵就是要 關注在自己的呼吸 就是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把你的心專注在呼吸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當心專注在呼吸上面的時候 你的心就暫時離開大腦 回到生活 回到當下 這是有一個條理性 對 就是讓心回到當下 不要讓心往前或是往後 不要讓心往過去去思考 他之前都是這樣 他上次也是這樣 這個人就是很無理 或者是往後 如果我回答他的話 他一定會纏著我 然後就會怎麼樣 我超容易掉落這種循環 我就會覺得說 他現在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回一句 他一定會問我十句 然後我回答他好像就很不對 可是他好像真的又很需要人建議怎麼辦 對 你其實就是會一直往後往前的去想 所以其實回到當下 就是克服情緒捆綁的最重要的方法 可以說是如果 我們當有情緒 我們就會 可能直接罵人 或是直接回應 但如果你有一個這樣的深呼吸 甚至 是不是停三秒 然後再回應 想一下 也是一種回應的方式 也是一個好的控管 等於說是讓這個情緒 不要馬上膨脹出來 對 在他要膨脹之前 你就先關注再呼吸 然後讓情緒停下來 然後再回應 可是這樣有覺得不好嗎 就是像我比較往裡面吞的 然後就不爆炸 然後你是直接爆炸 是不是對自己的心態 心理素質會不會比較不好 我跟你講我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聽過達拉拉媽講課 然後達拉拉媽講說 憤怒這件事情 最後只會傷害到自己 因為你會一直憋在心中 然後你會對自己造成傷害 然後你真的沒辦法解決事情 這樣子 他其實整個的主動 是要告訴你不要生氣 但是我聽了之後 得出一種結論 就是憤怒拉拉就直接爆炸 把人家炸死 然後你就沒事了 我意思是說其實是說不論怎麼樣 都至少不要被情緒控制 你可能有很多種解決方式 你可能是用專注在呼吸 然後你不要去想太多 或者說你可能是用自我溝通 或什麼 但你不要被他控制 因為當你被情緒控制的時候 他就是會一直膨脹一直膨脹 然後其實無際於是 是 但在硬折中這一塊 就主要是靠 專注與呼吸的這種 我們叫覺知練習 來去克服它 所以你會用到 因為我們 特別是佛教 佛學研究 我們都會做禪修 我們會meditate 會做冥想 所以我們這方面 這可能就是我之所以可以暴怒 但你不常用 沒有我就暴怒之後降下來 暴怒之後降下來 我就直接讓他let it go 沒有要壓他 我就暴怒之後降下來這樣子 所以你還是會 沒有沒有 持續的暴怒這樣 有時候真的是 沒事啊 沒事 大家都是一個課題 歡迎大家呢 也可以參考這一支影片 如果你能夠遇到事情 深呼吸 調理一下 整理一下 我相信你會有更好的人際關係 在面對所有的事情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聽我們的Podcast 別說你很喜歡 對對對 很重要 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